荒山野岭中一个红色帐篷格外显眼 而帐篷内的一老一少一黑一白则依偎在一起 畅想着远走高飞后的幸福未来 但他们却并没有注意到外面一闪而过的黑夜 没过一会儿本来红光满面春风得意的女人的表情就瞬间凝固 就在下一秒 亨利抬手就是一个大逼抖 接着一个正灯就踹得他鼻孔窜血 他的黑漆赶紧从帐篷内钻出 他很生气 黑漆只好乖乖照做 亲眼看着他上了车子后 他掏出钥匙锁住了车门 他心中的绿火再也遏制不住 此时车内的黑漆已经慌到不能再慌 就在他不知该如何收场的时候 突然 他深爱的小白脸就这样在他的面前被活活砸死 就在亨利想要将尸体处理掉的时候 他身后却突然响起了一道声音 亨利一脸懵逼地转过了身 原来是智障小胖 亨利只好英识 亨利再次点头英识 小胖接着说他的爸爸安德森经常告诉他 当动物受到伤害时 你必须让他们回归大自然 就像这样 亨利感觉他上道 不但同意了他的请求 还给他一顿猛夸 接着他便叫小胖不要将此事告诉任何人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秘密只能他们两个知道 小胖听后果断同意 为了给小胖彻底洗脑 亨利便邀请他每周六去他家里割草 小胖感到既惊讶又开心 原来亨利一生这么相信自己 接着亨利亲眼看着小胖将尸体推入坑中后 便转身离开了这里 想必他此刻的心境是犹豫的 但他还是决定放过了小胖 因为这孩子真的太天真了 开车回去的路上两人一言不乏 失去了小白脸的黑漆心如死灰 他趁着亨利不注意悄悄地解开了安全带 然后 黑漆当场毙命 而亨利也因此落下了终身残疾 画面回到现在 大卫从昏迷中渐渐苏醒 亨利就坐在他的对面等着他醒来 此时探长麦肯齐已经带着大部队人马赶过来 但他却丝毫不慌 大卫拔下腿上的针管 死去妻女的画面瞬间涌入脑海 亨利手持一个注射器对大卫说道 这里面含有125克马菲 如果你让警察们进入诊所的话 那么你就将会再次失去自己所爱之人 话音刚落麦肯齐就走了进来 麦肯齐只好乖乖退了出去 大卫想要站起身 但却力不从心 他吃力地请求亨利放过小美 可亨利听后却气不打一出来 原来在大卫失去他的亲女后 他一心求死 整天喝得烂醉如泥 如果不是亨利的话 他早就死了 亨利不但帮助他走出了阴霾 还将他的事业分给了他一半 却没想到最后他竟然选择帮助警察 很显然亨利的内心已经扭曲 而大卫背叛他的代价 就是要他再次亲眼看着心爱之人死去 提到背叛 大卫也找到了话题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妻子和萨利的弟弟应该是同一天死的吧 亨利听后瞬间就失去了理智 大卫抓住机会 用尽全身力气将她扑倒在地 亨利吃力爬起 他想要掐死这个叛徒 就在大卫马上要断气之底 麦肯齐及时打破窗户跳了进来 大boss亨利终于被绳之以法 小美被及时送往医院 她的身体也并无大碍 休养几日即可恢复如初 亨利交代了一切 一切都是由帽子而起 一切又由帽子而终 她找到了控制小胖大脑的方法 是她教小胖杀的人 也是她教小胖处理的尸体 她可能都不知道 自己做的事情是否是错误的 他们会给小胖做全面的心理评估 也就是说她99.99%不会受审 归根到底 还是她父亲安德森和亨利的错 如果安德森能够多花些时间 陪陪自己有智力缺陷的案子 如果她能够改变一下自己的教育方式 那结局可能就会大不相同 如果亨利在发现自己被绿了的时候 还能保持理智的话 那就更不会发生后面的一系列事情 但世上没有如果 晚上睡觉时 大卫再次梦见了逝去的亲女 他们的死她始终无法释怀 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扫把星 谁跟自己走得近谁就会有危险 于是她找探长麦肯齐 给她介绍了一份工作 然后和小美到了别 她乘着轮船 来到了西部群岛的一个小镇上 她要再次开启一段新的探案里程 可没想到 她来到这里的第一个案子就非常棘手 因为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小屋内 既然凭空出现了一具 还没有完全被烧成灰的尸体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 这明显是第一案发现场 如果温度到达一定高度 那么整个房子就都会被烧毁 但很奇怪 除了这具位被完全烧成灰的尸体以外 房间内的一切却都毫发无伤 那么问题来了 行凶者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这将会是一个全新的故事和人物关系 老体们还想看吗 还想看的请在评论区的置顶评论点个赞 不想看的话 那咱们就下部家片再见